一見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进入演艺圈十四年 李文鲜少传出绯闻 可是因为妈妈家教严格 从小只要有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 总是会被严格监控 我妈妈是出名非常严格的 对 譬如说下课要回家 一定就是很准时的 譬如说三点半要回到家 就肯定就是回到家 不可能跟朋友什么出去玩 不… 尤其是男孩子要离远一点 试过有一次一个男同学 因为我是学生会的会长 所以他只是打电话来问我 就是学校的一些东西 打来 然后妈妈接电话 妈妈就 你是谁 你…你为什么要找她 你的电话几号 妈妈就把她的电话记起来 然后隔天妈妈去学校去告状 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18岁 李文台有机会与男性朋友聊天 而不被妈妈禁止 就是公开在电话上讲电话 是18岁的时候 而且是跟我同唱片公司 另外一个歌手 就是谈到就是通告的东西而已 对 可是那个感觉很奇怪 就是在妈妈面前跟男孩子讲电话 好紧张 好害怕 等一下妈妈又来心事问 是唯一一个男生我妈妈喜欢 他看到我这么快乐 他也接受了 然后再加上布鲁是个 他真的看到他是个很好的人 人品很好 人品很好 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很信任布鲁是个好人 他不会害我 在五光十色的演艺事业里 李文追求的反而是平淡的幸福 很多时候要飞来飞去 譬如说他要飞去纽约 那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当然就是把我的时间 我的节目是安排 尽量我可以陪他一起飞来飞去 因为他希望我在他身边 那我在他身边他比较开心一些 那可能我就可能要牺牲我的工作 或者牺牲我家人 那我就陪着他照顾他 讲起感情李文满是笑意 被为天后级 李文从不担心自己的明星光芒 掩盖男友 他很高兴 很高兴 因为他都会跟爸爸妈妈 或者见到一些新的朋友 他都会说 他是唯一的华人上的奥斯卡 他都是非常骄傲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非常的可爱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蛮低调的人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说 我自己是什么什么歌手 那我连假的 我已经认了音乐圈 进入演艺圈是四年 李文在获得光环的同时 他深刻了解到 最真实的不是销售数字 不是奖杯数目 而是来自身边亲友满满的爱